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门铃响了 我以为是送快递的 开了门 门口却站着小芳和孟春辉 只是两个人都有点一山不整 像是撕扯过 孟春辉是我前夫 小芳是她的现任妻子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时候来找我干嘛 但是看小芳那个气势冲冲的样子啊 我直觉没好事 果然看到我小芳一把揪着我的衣服说 我今儿就想看看你这个女人有啥本事 哄的那个老东西把房子留给你 听了她的话我明白了 小芳如前婆婆所料 一直惦记着那套房子呢 但是婆婆去世前啊 手写了一份遗嘱 把房子留给了我 他肯定是不服 我淡淡地说 请你放开 不然我就报警 孟春辉这时候也帮江说 有啥事啊 进屋再说 这样闹不好看 小芳狠狠地松开我 一把把我推到一边 大踏步地进了门 说 不好看就不好看 我只要房子 说完他快步地冲到了客厅的沙发上坐着 孟春辉确确确地看着我说 桃子 对不起 他 我还没有出声 小芳就讽刺地说 孟春辉 原来你一直对前妻念念不忘 别告诉我房子就是你们一起合谋的 孟春辉越过我 快步走到了小芳的面前 伸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巴掌声音很响亮 真的我和小芳都愣住了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小芳就猛地站了起来 冲着孟春辉撕打了起来 我扯着嗓子吼道 这是我家 要打要请你们出去打 好不容易这下 小芳又开始提房子 我说 我手里有老太太的遗嘱 有本事你去告我 反正我不怕 小芳又开始叫骂 孟春辉连拖带拉的把她拉了出去 好不容易孟春辉把她拖进了电梯 我快步地走到了门口 使劲关上大门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外面的光 想到前婆婆就像这冬日的阳光 我的心里暖暖的 孟春辉第一次带我见婆婆的时候 婆婆唯恐招待不周 菜品摆满了一个大桌子 就这 她还不好意思地说 桃子啊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所以每样都准备了一点 我感动得不行 婆婆还觉得她做得不够好 吃完饭我要回家 婆婆赶紧掏给了我一个大红包 还有一条金项链 婆婆说 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款式 要是不喜欢 可以再去店里换成我喜欢的款式 红包我回去清点了一下 一万零一 万里挑一 我妈问我去婆家感觉如何呀 我把所见所感都告诉了她 她笑着说 你这婆婆是个实在人 我也就放心了 就这样我和孟春辉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的时候 婆家条件差点 但是婆家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给了我六万六的彩礼 而我妈给我的陪价是八万 不过彩礼和陪价我妈都给了我 婆家的房子虽然旧点 但面积也有一百平五 所以我们暂时和婆婆一起住 婚后的半年看着房价在涨 我把手头的存款 还有结婚时 我妈给我的钱盘点了一下 也有二十万 我和孟春辉商量着去首付一套小房子 我妈也说 不够啊 她还可以支援一点 就在我们兴致勃勃地去看房的第二天 公公被确诊为肺癌 而且是晚期 婆婆一辈子没有上过班 就是靠着公公的那点工资 加上我们刚结完婚 他们手头其实没有钱 而我和孟春辉那时候工资都不高 为了给公公治病 我主动提出把手里的钱先拿去交住院费 公婆感动得眼泪盈眶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应该做的事 毕竟相比房子 此刻公公的病最重要 孟春辉更是握住了我的手说 老婆 谢谢你 以后我一定会努力赚钱 给你买大的房子的 只是最后公公手术做了 钱花完了 她的癌细胞扩散了 人还是没有救回来 公公去世后不久我怀孕了 怀孕后我身体就不太好 但是还是坚持去上班 我上班的地方离婆家有五站路 每天我下班的时候 婆婆都会提前过来 到我的单位楼下接我 孟春辉那段时间是事业上升期 忙着出差 她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是有婆婆在 我觉得足矣 从冬到春又到夏 直到我休产假 婆婆才停止接送我 我妈都感动得不行 说这样的婆婆啊 我是掉进了福窝里 谁说不是呢 月子期间 婆婆为了让我睡个好觉 每天晚上给孩子冲奶 都是她和孟春辉轮着来 孟春辉偶尔有抱怨 婆婆说 坐月子是女人一辈子的大事 让桃子养好身体 心情好比什么都重要 那个时候 我妈还没有退休 我只能抽周末和我爸过来 看看我的孩子 每次她来 都看到我婆婆正在忙着 我妈自己都很感慨 说我婆婆呀 比她细心 比她有耐心 她做不到这样 一个月子下来 我胖了十斤 婆婆瘦了十斤 为了感谢她 我特意去给她买了一副金耳环 我妈还假装吃醋的说 有了婆婆呀 忘记了妈 产假结束 我去上班 婆婆一直帮我们带孩子 有她在家 我觉得特别的安心 她不仅把孩子 照顾得好好的 每天我们下班回来 都有热饭热菜吃 有了婆婆 这个稳定的大后方 我和孟春辉 都可以心无挂念地拼视野 尤其是孟春辉 儿子上了幼儿园之后 她已经当上了部门领导 工资涨了三倍 在我们这座 三四线的小城市 已经很不错了 也是那一年 我们有了余钱 买了一套小户型 买了一辆车 儿子六四那年 孟春辉当上了 他们那个 分公司的负责人 拿上了年薪 我们又买了一套 稍微大点的房子 还换了车子 我呢也不差 虽然工资 没有孟春辉那么高 但是好歹也升职了 朋友和同事 都开始羡慕我和孟春辉 觉得我们是 幸福夫妻的典范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我却忘记了 幸福的下面 也是潜藏着暗涌的 尤其是孟春辉 这么一个出色的男人 穿着打扮不俗 长得人模人样的 一看条件也不错 是的 很俗套的剧情 孟春辉出轨了 那个周末 儿子上完培训班出来 要吃肯德基 我带他去上商场 我们迎面碰上了孟春辉 孟春辉早晨出门跟我说 他出去谈点事情 而此刻 他挽着一个女人的手 女人手里 牵着一个小女孩 她们才是一家三口 儿子叫了一声爸爸 看着对面的孟春辉 又看看我 确确的 没有像平常一样 扑过去拥抱他 而我如同五雷轰顶 脑子里乱轰轰的 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周围的世界 都是安静的 还是孟春辉 先反应过来 松开了那个女人的手 开始叫我们 而我不想理他 拿着儿子转身 快步地离开 孟春辉 在商场的大门口 追了上来 让我听他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呢 看着那个满脸 幸福的女人 我觉得真的很讽刺 原来我的幸福 是假象 我拦了一辆车 带着儿子上车离开了 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儿子大概知道 我很伤心 一直默默地 帮我擦眼泪 那天回去之后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直到傍晚的时候 婆婆喊吃饭 我才起床 那会儿儿子已经吃完了 去写作业了 婆婆说 今天发生的事 她都知道了 我儿子告诉她的 一会儿孟春辉回来 她要好好地收拾它 她话音刚落 门打开了 孟春辉走了进来 她叫了一声妈 婆婆吼道 别叫我妈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今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要听你跟我说 孟春辉放下手里的包 低头过来 拉开了一把椅子 坐下开始交代 她避重就轻 说那个女人的女儿啊 不是她的 是她前夫的 他们在工作中认识的 孟春辉的单位 和那个女人的单位啊 有业务来往 两个人就认识了 慢慢地就好上了 我没有话 婆婆听了 哀声叹气地说 我怎么就生了你 这么一个不长进的东西啊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桃子这么好 你在外面瞎混 你想气死我呀 最后孟春辉再三保证 她会和那个女人断了 婆婆也让我原谅她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做 那段时间我心里很挣扎 但是我不想离婚 我以为这样我们的日子 还能平静地过 但是我忘记了 自从孟春辉 背叛婚姻的那一天起 就注定我们的日子 不再平静 哪怕我再装得若无其事 我的婚姻里 始终有个雷 孟春辉坦白 半个月后那天 她去外地出差了 那个女人约我 我拒绝和她见面 没想到她堵在了 我的单位门口 我只能和她一起 去了咖啡厅 那个叫小方的女人 告诉我 她怀了孟春辉的孩子 三个多月了 她是真心爱她的 孟春辉不忍心 对我提离婚 但是她希望 我主动退出 我说 如果孟春辉 对我说离婚 我肯定会成全她的 但不是你 说完 我就离开了 我在秋风里 大步地走着 眼泪流了一脸 黄叶落了我 一头一身 我知道我和孟春辉 完了 彻底完了 孟春辉回来 我告诉她 小方已经找过我了 她怀孕了 我问她要怎么办 她半天不作声 这个男人啊 没担当 最后 还是我主动说 我们离婚吧 因为都到了这一步 离婚大概 也是我们最好的出路 孟春辉说 离婚可以 但是暂时 不能让婆婆知道 不然她害怕 婆婆受不了 我同意了 让婆婆晚点 知道也好 第二天 我和孟春辉 平静地去办了离婚 房子 我们一人一套 她要小的那套 我要大的 大的那套 就是我们现在 和婆婆一起住的那套 对口 是重点初衷 方便儿子将来上学 家里的40万存款都给我 平时孟春辉 每个月给儿子 2000块钱的抚养费 离婚后 我还是和婆婆一起住 孟春辉假借出差 偶尔回来住 但是她都是在床下打地铺 我和孟春辉 都想过段时间 找个合适的机会 告诉婆婆 没想到小方 忍不住找上门来 那天是个周末 我和婆婆都在 小方开门见山地说 孟春辉 已经和她领了结婚证 以后让婆婆看清楚 谁才是她的儿媳妇 听到这句话 婆婆抓起了一把扫手 就追着她打 边打边说 我打死你这个狐狸精 打死你这个狐狸精 最后 还是我拉住了婆婆 小方得意的说 你打我也没有用 我肚子里可是 有你的孙子呢 婆婆说 我的儿媳妇 我只认桃子一个 请你滚出去 小方还想说些什么 婆婆又仰起了扫帚 她只好是惺惺的闭嘴 快不得离开了 她走远了 婆婆放下手里的扫帚 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 她说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生了这么一个儿子 她哭了好久 我才劝住她 我说 妈 虽然我离婚了 但是这么多年 你就像我亲妈一样对我好 以后啊 你还是我妈 婆婆抱着我哭了很久 最后她说 反正她只认我 她问我不嫌弃她吧 她还是想和我住在一起 我说我当然是不嫌弃 她做饭那么好吃 婆婆破涕而笑 婆婆说 自从知道孟春辉出轨之后 她私心里 不想我们离婚 因为她喜欢我 一直把我当女儿 但是她也知道 这样对我不公平 所以她什么都不能说 只能是静观其变 没想到我和孟春辉 已经离婚了 这样也好 她不能那么自私 毕竟孟春辉对不起我 以后她会继续 对我和儿子好 说着说着 我们婆媳又抱头痛哭 最后婆婆决定 我以后还是叫她妈 她会把我当成女儿 我爸妈知道这件事情后 也没有说什么 毕竟婆婆是真心实意的对我 他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离婚后 孟春辉偶尔回来看看婆婆 但是每次 她都是刚待一会儿 小方就打电话让她回家 看着她越来越蔫 我知道她的日子 恐怕不好过 有好几次她走之后 婆婆也是唉声叹气 虽然担心孟春辉 婆婆什么也没有为她做 小方生孩子坐月子 她都没有问 她拒不承认那是她孙子 她说 她的亲孙子只有我儿子 为这事 孟春辉还和她吵了一架 闹得很僵 日子就这么向前过着 除了生活中 少了一个孟春辉 我觉得都还好 离婚之后 有了婆婆的支持 我在职场上又生了一级 我以为我会这样 一辈子开开心心的 没想到 我离婚的第二年 婆婆突然大出血 一查是宫颈癌 还是晚期的 我通知了孟春辉 那段时间我和她 因着婆婆这个亲人 联系多了起来 我们一起在医院 陪着婆婆照顾她 婆婆的住院费 都是我缴的 缴费的时候 孟春辉为难地对我说 她的钱都被小方控制着 她只有点生活费 让我先垫着 我说没事 她也是我妈 我也该出钱 孟春辉眼里都是感激 我不想看她 看了我忍不住同情她 婆婆的病发展得很快 从检查出来到去世 也就将近十个月 她去世的前一个月 有一天精神稍微好点 婆婆让我找来纸和笔 她说她要立遗嘱 那时候她连握笔 都不太有力气 用了好一会儿才写完 然后交给我 我一看遗嘱的内容 泪奔了 婆婆写的是 她要把唯一的住房 留给我 她手里有一万多的存款 留给孟春辉 傍晚的时候 孟春辉过来 婆婆主动对她提了遗嘱的事 婆婆说 小辉啊 妈是偏心桃子的 因为这些年 我和桃子就像母女 房子没有留给你 因为你家还有一个母老虎 你不要怪我 说到最后 婆婆让我把遗嘱拿出来 给孟春辉看看 还让她跪下发誓 不和我争抢房产 我们都哭了 婆婆泥流的那个晚上 她左手拉着孟春辉 右手拉着我说 桃子 恐怕小辉以后的日子 不太好过 我走之后 她也没有几个亲人 不要恨她 她日后过不好 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还有孩子的面上 拉她一把 啊 或许是因为发了事 也或许是因为后悔了 孟春辉主动说 就按婆婆的遗嘱办 可是小芳却不愿意了 所以在婆婆下葬的第二天 得知房子给了我 她打上门来 我不欠她的 并且婆婆立下的遗嘱 孟春辉也知道 也发过誓 我不担心 房子是婆婆留给我的 我有理由收下 因为婆婆住院 虽然医保可以包销一部分 但是钱都是我出的 这个女人也没有对婆婆尽孝 又过了一个月 孟春辉胡思拉叉地找到了我 她和小芳离婚了 房子给了小芳 孩子也给了她 我很平静地点头 表示知道了 我知道以小芳的性子 婆婆把她那套房子留给我 那个地段不错 现在房价大涨 也只点钱 她肯定会不依不饶 我只能是一声叹息 我没有问孟春辉住在哪里 想必她再租房子住 今年因为疫情 她的日子也不会好 听说工资降了很多 偶尔我做了好吃的 会让儿子去看她的时候 给她带一份 儿子说 爸爸每次吃的时候都会流泪 我们就这样淡淡地处着 也挺好的 我想婆婆知道了 应该会开心的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